無論民政署,或者是斬署的地政署,樹木辦 說他們其實是按足程序做 所以實際上只是有少少的批評 說他可以更加開城保公做得好些 做些通知,那就最完美了 這個絕對是小馬大幫忙的做法 因為我們看到申訴專員確有自己的限制 他是看下行政上,程序上 這三個部門是有沒有做得好 當然在這件事上面,三個部門是有按本子辦事的 包括民政署,是有做足通報機制 樹木辦也是按著移除樹木的指引 地政署也有做行上的護養,那就OK了 所以如果只是在這個角度去看 行政和安排的角度去看 按本子辦事沒有做錯的,這件事是完美演繹的 但是為什麼依然會有這麼多市民覺得這麼錯愕 為什麼這麼多社會上學院裡面的學者 包括尖志勇教授,包括趙少偉教授 都說整個斬樹程序是有問題的呢 所以最核心的課題,今次申訴專員的主動調查 是沒有觸及到的 即是我們包括,為什麼申訴專員沒有說說 香港政府是有需要訂立樹木法呢 為什麼申訴專員也沒有說說 在這個事件上面反映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即使有按本子辦事都好 本身是一個容許香港政府攬斬樹木的機制呢 所以我認為今次鄧志勇留兩棵石牆樹 是死於官僚底下的 即使所有程序都做足了 但是這個機制裏面決策的人 包括樹木辦的總監 並不是一個註冊的樹藝師 也都不是對樹木護仰是有專長的人 他是一個工程師 那麼我們在這個報告裏面 申訴專員都有幾點是沒有提到的 就包括在斬樹之前 其實港大那波樹木是落在港大的範圍裏面 曾經是向政府提出過一個主動的方案 說我們去做好支撐 用鋼索去拉扯 令到棵樹減低風險 政府是沒有回應的 那麼這一點申訴專員也沒有說的 那麼也都看回政府部門就斬樹 有擠牙膏式的回應 最初就說為什麼不可以做些措施 包括用支架用鋼索去固定呢 最初他是說那裡是鐵路保護區 附近有鐵路 我們不可以隨便動一些地基 最初是用這些原因的 後來就改成說 因為現場邪波又在港大校園 我們可以落腳的地方是很有限 最後就改成更加說 就算是我拉了鋼索也好 都減低不了多少那些軟的風險 所以我見到其實不斷的立場在改變 其實如果他要斬一棵樹 去減低自己承受 塌樹下來受批評的風險 政府部門是可以有莫須有的罪名 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去包裝成為一個合理合乎程序 和專業判斷的理由 所以我就是說本來斬樹的機制 移除樹木的機制都是有問題的 更加深切應該要避免 日後不要再出現 就是斬樹是和社區很大的衝突 市民很大的錯愕 更加不應該有塔樹的風險 是要改善整個樹木辦移除樹木的機制 令它變得不好官僚 令到它可以接納到民間的學者的聲音 令到是透過定立樹木法 令到斬樹的程序是標準化 是公開透明 當中是樹木評估的專家報告 是事前一組可以公開給社會討論 令到所有人都心願成福 亦都是透過專業 亦都考慮市民的感受感情 這些才叫做所謂敏感度的測試 它自己用敏感度這個字 我真的都很生氣 其實一點敏感度都沒有 就是死在官僚之下 所以我自己對申訴專員這次的主動調查 我會這樣形容是小麻大幫忙 只是說你可以做得好些 實際上是認同幾個部門的做法 沒有深刻對香港保育樹木的制度 有一個深刻的檢討 沒有講樹木法 沒有講檢討是樹木辦的角色 還有撥款等等 我覺得是很遺憾的 謝謝